今天加拿大国际佛教联合会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 2016加拿大东方文化周展演将于10月份举行 届时观众熟知的技工扮演者尤本昌老师 将出演著名艺术家李淑彤也就是红衣法师 为大家带来话剧红衣法师 今年83岁的尤本昌老师 在他53岁的时候戒演了中国观众们都耳熟能详的技工角色 而后在2009年尤老师因缘巧合塑造了红衣大师的舞台形象 他说自己对能拿到角色感到受宠若惊 从技工到红衣 尤老师说他对人生佛学人物都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感悟 所以一直演到现在 加拿大林延山中华寺的住持世兆序法师 在现场向大家介绍了红衣大师的生平 也解释了中华寺与尤本昌老师结缘的经过 作为一个出家人来说 我们对红衣大师也了解 但是能够这样非常直接非常近距离的 接触的一位由我们印象当中 很深刻的技工扮演着尤老师 把红衣大师的这种精神演出来 非常的难得 依据舞台戏 那我当时心中就蒙发这个念头 我说尤老师可不可以来加拿大演出 那他老人家欣然答应 赵旭法师还表示 尤本昌老师的演出完全出于公益性质 法师也希望在如此快节奏的社会中 观众们能从红衣老师身上 学到平静淡薄的精神 而且他说我们去任何的地方演出 都是一种公益性的演出 那我当时就听到非常的感恩和欢喜 也很赞叹 那我们就回来了 与我们的文化促进会 佛教联合会 然后中法师的菩萨们商量 我们说能不能大家一起齐请 那么大家都表示非常的热烈的欢迎 红衣法师洛伦多专场演出 将在10月7日和8日上演 10月12日在沃泰华 继续演出 喜欢佛法 话剧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 加拿大国际电视台报道